台湾的垃圾大部分是焚烧处理 但是垃圾焚烧过后并不会消失 而是化成了看起来像是泥土的底渣 根据环保署的统计 台湾每年产生将近100万公顿的底渣 相当于1.5座101大楼的重量 而以往底渣大多是掩埋处理 但是为了达成零废弃的愿景 近年逐渐改为将底渣送到委外工厂 做特殊处理之后 再提供给工程单位作为替代砂石 但近年来却也屡屡传出 底渣可能含有重金属等有毒杂质 恐怕将对人体跟土地造成伤害 再加上有部分不法的底渣再利用产业者 不时的传出将底渣随意倾倒在余温或者是农田里 也因此引发了各界的疑虑 使得底渣的出路成了大问题 那么究竟国内底渣处理的流程 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漏洞 怎么会让二次利用的美意 可能造成得不偿失的二次伤害呢 我们继续来探讨 怪兽朝地底开挖 黄色底土下的灰可以焚化底渣立刻现行 环保署规定的底渣再利用有严格的三级评管 但结果竟然是放纵业者任意倾倒在余温定 严重污染破坏环境 垃圾转运站内堆至底渣 因为只用帆布覆盖 相待会担心下雨融出有毒物质 污染地下水和农作物 底渣为何会堆积 而又为什么民众如此恐慌 垃圾经过高温一千度焚化后的灰烬 就是底渣 而底渣为何一夕之间备受关注 这得从2016年的冬天开始讲起 台南地检署和保安警察第七总队接获检据 来到台南市安南区这处雨温 发现零有以及废弃物执照的业者 把焚化炉废弃炉渣没有再处理过就任意倾倒 硬成底渣在利用场 在台南违法倾倒重达14万多吨的底渣 引发舆论哗然 其中安清路这块5公顷余温 已被大量溶出的重金属污染 事件过后的一年半 采访团队跟着台南社大调查小组 重回实地探查 现在变得什么样了呢 像这种 这个是余温的底泥 这个是余温底泥 我们等一下过去看一下防化炉体渣 看你分不分得出来 其实连我们自己都很难分得出来 往前走 看到原本的余温底泥已被余木混珠 摇身变成一座底渣山 连杂草都灭绝 除了那碱的芒草逐渐旺盛 像这个 这个就是防化炉体渣 然后细粒 这个其实就是粉 那这东西看起来就跟泥土一样 有没有 跟刚刚我们看的余温的底泥 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但是这里面的中金属含量却非常的高 正疑惑为何看不见像2016年般 中金属污染的恐怖画面 咖啡色的污水就出现眼前 还散发阵阵恶臭 环团就告诉我们一年半来 这里的污染其实还在 且持续扩散 而业者不但没有轻运 还以粗略的方式试图湮灭证据 但是它都没有挖 它就把上面 我们现在看到这里有挖 本来是一样高的 它把前面这里的挖下来 把这里停掉 就把那个很触目惊心的停掉 然后我们都觉得说很好笑 就以为看不大就没事了这样 然后就一直丢到现在 然后像这个是很细的灰 这个里面没有颗粒 这是很细的灰的结块 然后下雨之后的渗出水 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的颜色 这个有点恶心 它不是天然环境中会出现的东西 只见蓝绿色水的旁边 还冒出化学作用产生的泡泡 向四周流窜 疑似造成周边余温优氧化 难以再养殖 长得像泥沙的微粒确实可疑 环团马上用金属块筛机 来实地检测 这个比较下去 然后十秒应该就知道 有啊 这边的新跟铜 含量还更高 新六千 五千多 铜一万多TPM 铜一万多 检测结果 重金属总含量高得下人 但总含量却是环保署没有管制的部分 加上缺乏抵扎产品后续的追踪机制 于是映成的业者居然利用这些模糊地带 在抵扎出厂后偷偷混入其他有毒废弃物 最后不法获利尽私议员 遭法院起诉 而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主管单位 竟得到含糊回答 因为过去呢 大家是认为说 依照这个规范呢 大家就照这个规范走 那当然有时候 处理机构 可能就是偏移形势 或是说 有时候这个杂质太多 他没有注意到 品质管控没有很好 甚至于有时候呢 被偷到了一些 掺杂一些其他东西进去 那像那个堆 那个贪婪那个就是这样 映成说不是我的啊 那但是他去堆的时候呢 别的清除机构 就把它丢在那边啊 或是说别的人 就把它丢在那边 他白口莫变啊 只能吃下来啊 官员帮业者解释 但对于抵扎的追踪和验收责任 却只责未提 由于抵扎 是由各种垃圾焚烧而成灰烬 一定内含重金属成分 繁包署检验重金属含量的方式 是把醋酸倒入抵扎 以溶出后的重金属量 来检验是否格格 依照先进国家的再利用标准 抵扎产品要处理到重金属 溶出的含量 要少于有害废弃物的十分之一 才能出厂 然而台湾的规定却宽松许多 我们现在定的这个标准里面 重金属跟大化性里面 跟大化性里面 只有一个重金属的倍跟大化性 这两项是定的是十分之一 那其他的几种重金属 那是定了有害废弃物正经标准的 0.8并没有到十分之一 而且暴露在外的抵扎粉尘会飞散 一旦被人体吸入后 健康会不会有疑虑 台湾也没把关 倒是日本 美国等地 态度就严谨多了 还定了两套检验标准 日本有分两个标准 一个标准是说 你用一般的去力之水 去算它的容出 那些东西就可以用在公共工程 用在道路工程 可是一旦你有跟人体身体接触的可能 你就要用胃酸去做容出 那它会有另外一个标准次 不只检验标准有疑虑 检验方法也有争议 环团认为不能只用容出检验 还要考虑抵扎产品本身内含的重金属总量 这样的检测数据 较能符合土壤管制标准 也较能保护余温和农地 这个抵扎 因为毕竟它容出实际上合格 以我环工的专业来讲 我会认为它在短期内可能不会有问题 但是因为它的总量 我们说的重金属含量还是超过标准 也就是说你不会知道说 哪一天在某一个情况下 它的那个重金属会不会溶出 那一旦溶出的时候 这些重金属会不会对我们人体造成伤害 再来看个数字 环保署为了鼓励抵扎再利用 编列给业者补助款 但从2013年之后的四年间 竟像溜滑梯一样 降了62%左右 只剩下不到一半 照理说我们应该要逐渐提升才对 因为就是我们再利用的话 我们应该要越做越好 是不是 我们粉化抵扎再利用 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你没有办法做好利用 后面再利用怎么会被接受 再来 根据环保署抵扎再利用办法规定 处理过后的抵扎产品 依有害物质浓度的高低分为三类 一二类可做成道路回田 或较小规模的基地 陆体田竹等材料 第三类是田海造路 或大规模的基地田竹等 尤其用在大规模基地田竹 因为范围大 得依法做和掩埋场类似的 废屋处理配套设施 对业者来说 根本是很大的成本开销 底扎最大特性是帕水 帕水是融解 所以说它会融解 那一些重金属会出来 那我们经过检验 都在法规底下 可是如果你是用基底层去回田的话 它是一个集中大量 所以基少层多 那个量大的话 又容易跟水接触的话 这样集中一个量 释放出来的那些重金属 我无法想象 所以我不做 原因在这边 基地田竹的疑虑实在太多 日前云林口湖乡 也因为环保局运来堆制的 2000吨底渣 引发居民反弹 前三岁就车台声那里了 那里那里那里 那里那里的观估计就是 叫鞋底要出 放上去 鞋底再扣 到最近又车来 现在车到这里扣这个 那里面没出 把它扣这个 那也不办法了 這個嘛 你看 是什麼齒輪 有沒有 電池 鐵塊 湯匙 再口不香 採訪小組還在抵渣堆裡發現 燃燒不完全的物質 摻雜其中 這種抵渣產品的品質 如果後來被當成 回田道路和基地的工程建材 工程品質 難道沒有疑慮嗎 來到台中這家抵渣在利用廠 抵渣原料過磅 確認重量後 會分別堆滯在開放空間的隔間 標上區域來源跟數量 抵渣原料 就這邊有一些布 未燃物 鐵金屬 或大小小的紙塊 在這種的話 我們在工程上的使用 是沒辦法提供的 因為工程使用的那個力量的話 都會有經過的規格化 所以說我們的處理必須把這些 我們認為是雜物的東西 全部挑出來 處理前的抵渣原料 是混雜著燒不掉的金屬 和沒有完全燃燒的垃圾 把它們分乾淨 是再利用廠的關鍵任務 當抵渣原料被怪手倒進入料孔後 第一站就是這個看起來像滾筒式洗衣機的轉筒 篩分大小顆粒 沿著鐵梯往上走 我們進到這間鐵皮屋裡的人工檢食區 原來大力料出了轉筒 會先被磁選機吸出鐵製品 其他隨輸送袋進行人工篩分 戴上口罩的工作人員緊盯輸送袋 把金屬和雜物分選出來 這裡面底下 你看一下這個是白鐵 因為它是磁選機吸不起來的東西 或是銅或是鋁 或是鋁骨那些 人工篩分之後 後端就全靠機器破碎細分 肉眼無法看到的細碎金屬 也能靠渦電流機器來挑選 這個就是要做工程上使用 就是這樣子 再生力料的話 是因為粉化爐收取民間的垃圾去燒結 那燒結的話 過程會把一些泥沙 因為經過燒結結合在一起 所以這顆粒是多孔性的 結果我們處理到現在的話 它質地都很堅硬 它最大的特性就是多孔性 它是成為說很容易透水 純量管控座的確實 底夾產品就會像眼前看到的這樣 歷徑大小統一沒有雜質 而這批規格化的產品 將被提供給台中市政府 做回田管溝的材料 台中工業區一帶 正在進行污水下水道工程 埋設管路 畫面上道路的道路回田材料 是CLSM 管溝開外貨回去 以前是用原土回田 那後來發現那個原土回田 很容易就會呈現 對 那變成說我們後來發展成 用一種叫做CLSM這個回田材料 來讓它類似混凝土那種 硬化的作用 讓它比較不會呈現 CLSM是用混凝土拌入天然骨材 現在換成參入約60%的底紮產品 效果一樣好 相對沒有污染一律 這個CLSM它又有一些 加一些雪泥凝結了 所以它未來它的中間屬容處 其實是比較更少一點的 就像我們道路 我們道路因為CLSM填以後 上面還要再鋪上利性混凝土 我們還會鋪上利性混凝土 所以等於又有一個保護 為了幫底紮找出路 台中特別訂定 底紮產品自製條例 規定轄內公共工程 都必須使用50%的底紮產品填料 同時自製一套 要比中央政府更嚴密的管控方式 並由市政府統一供料 政策公告實施才半年 抵紮產品禁供不以求 我們台中市的那個CLSM的用量 至少要15萬噸以上 所以比我們抵紮一年的那個噸數還多 另外還有剛才講 還有基地填竹啊 道路底極的那個部分 那個再弄下去那個量 應該可能會不夠 但學者提醒 以往曾發生底紮內的濾鹽 侵蝕地下管線 如果政府能強制業者 出廠前先用水沖洗底紮產品 也就是水洗流程 使用上會更有利 我們為什麼不能稍微多花一點錢 把它品質做得更好呢 不是沒有方法 很多方法都已經研究 你就好了 這件事情告訴你可以這樣做啊 你為什麼不願意多花一點錢 把它做好 結果就是這樣一直一直往下 如果品管能提升 抵紮可以成為珍貴資源 但政府若不纏實面對真相 將會製造出更棘手的環保難題 恐怕會付出更難估計的代價 分析 開店 作詞編曲 陳昇